一种藤能够变出上千种工艺品 走进位于选拦而巴生的这家藤制家具店 仿佛走入时光隧道 31岁的罗宝斌自幼跟随父亲学艺 父亲退休后由他继承家业 十多岁的时候我知道疼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是我爸爸开了我才知道 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会的 不会我爸就叫我去拆掉 拆掉然后装回去 看了它软了 软了的话它容易熬 不然的话它硬硬的话 熬的话会爆 要会看控制活活 从时做累积经验 罗宝斌由当初懵懂的学徒 跃生独当一面 混手过往甘苦甜 如今别有一番滋味 那时候年轻可能要出去玩 还是什么 做到一直发脾气 一定会有的 怎么还要做买新的 怎么不要这样子 现在不会 现在很多旧的都是拿来 这边铺好像那种网铺这样 然后烂鸟就为我可以返回层面 随着时代转变 同志品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空间 然而它的独特魅力 依然有人情有独钟 那么这些都是很传统 都是一代传一代下来的手工艺品 所以觉得很值得去欣详 不让传统手艺消失 罗宝斌一家共同坚守这份西洋行业 避免被时代洪流给淘汰 大爱新闻陈静云 林彦均 马来西亚报导 大爱新闻